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相乾坤 回事烟子 无人闻 一阵荒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沉 雨滴吹来 以后你记住 外面风大 小姐不能待得很久 雨滴吹来 雨滴吹来 雨滴吹 雨滴吹来 雨滴吹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带你吃好吃的 去去 看在我肚子的份上 我去吃饭 好 走吧 进来吧 你胆子好大 这里离瓷庄很近的 只要我放个屁 老板他就会听到 有屁你就放吧 从这里到瓷庄门口 都在我这把枪的射程之内 你说 谁害怕 开个玩笑嘛 那么凶干嘛呀 我呢 今天就是随便找你出来吃个饭 聊聊天 如果聊得好的话呢 说不定我马上就放了你 真的假的 就算你骗我就算是假的呢 我也无所谓 反正饱死鬼比饿死鬼强 上菜 不会吧 又是吃包子啊 你爱吃不吃 小姐 你陪他慢慢吃 我的外面替你们看着他 去吧 嗯 好好看着外面 对面玉兰只要一有风垂草动 马上保护小姐走 试试 整天吃包子 吃包子 在里边吃包子 在外面也吃包子 你还是把我送回去吧 我不想吃了 你就吃了一口 饱了 你不要用包子型来对付我好不好 我最怕受刑了 很苦的 我受不了的 我就知道 你们这些女人最鬼了 从来不做无本的买卖 哎呀 说吧 想怎么交换 那我可说了 如果你要是帮我到高云飞的身边做卧底 喂喂喂喂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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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这种事情呢 我是不会跟你谈的 喂 你是不是男人呢 怎么说 你说这高云飞也就一个月给你那么几块大羊 至于让你堂堂一个男人为他卖命吗 喂 这不是几块大羊的事情好不好 高云飞看得住我 收留我 把我当兄弟看 你知不知道 兄弟 就像高云海那样 出门有车马 身上穿着绫罗绸缎 就这样就叫兄弟啊 不能这么比的 他们虽然是兄弟 高云海虽然穿得好 坐好车 可是他们还是刀兵相见的 哎呀 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总而言之 高云飞对我啊 就像对自己亲兄弟一样 我在他的身上才能体会到兄弟的情谊 你知不知道 嗯 话又说回来了 我凭什么帮你啊 因为你长得漂亮 哎 我告诉你啊 我是长在红袖招的 红袖招这么多女人 我是阅人无数 哎哎哎 你看 本性露出来了吗 我才说了几句话本性就露出来了 哎呀 我还真为你未来的婆家担心了 尤其是你的丈夫啊 给我闭嘴 干嘛 你就是一个没骨气的男人 哇 你骂我是不是 哎呀 我告诉你啊 现在阿豹不在 屋子里头就我们两个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哎呀 我算服了你了 你是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里面胆子最大的 要是会拉娇她们 早就下的尿裤子了 你瞧你对女人的理解 哇 哎呦 这就说明 你根本就不知道男人应该做什么 哦 我要你叫我做男人啊 男人必须得有一番事业 必须得顶天立地 啊 你看看你 偶尔被别人当当人看 甩你几个大洋 你还觉得自己挺好是不是 像高云飞那样 要你出来陪你溜溜 不要你了就一脚把你踢开 哎 你说说这都多少次了 你以为高家都已经陷入了多少次绝境了 就拿这次来说吧 你说这高云飞他想过动脑筋要救你吗 我出来乍到 总要请总管喝个酒不是 听说西关附近啊 就属这儿的酒楼最好的 静霞说 这就在咱们磁庄对面 好不好 我还不知道吗 喂 你又骂我 你气死我了 你骂我的飞都要气炸了 你知不知道 哎 顾总管 顾总管 小姐 刚才有高家人经过 马上会有反应 你赶紧撤 带走 走 我 要不是小刘叫我来这儿喝酒 我还真不敢相信 你确定就是他们俩吗 我就怕看走了眼 所以看了又看了 这才回去给你报的气 就这儿 就是这儿 这儿 哎 这人呢 哎 少爷 我明明看见就是这儿 兵不厌诈嘛 没关系 走就走了吧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既然小茶壶是被抓去的 罗秋燕怎么会请他吃东西呢 人心格斗皮啊 也许他们想传递一个信号 就是不想和我们换人 要真的是这样 那吴敬飞可就成了烫手的山芋了 那就干脆撕了他的票 撕票可不行 你忘了他是滇军的人吗 我们不能两头都得罪 父辈收敌啊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这件事情由我大哥出面全权管理 你们俩准备好我的婚礼就行了 是 可惜啊 要是能在婚礼前 把小茶壶救出来 那就圆满了 我的婚礼跟小茶壶有什么关系 你们肯定 我亲眼所见 我见过少爷被他们带去了瓷庄的后院 哦 还有 高云飞执意近期要办婚事 高云海好像并不十分满意 今天老顾说了句 要是婚前能把小茶壶救出来就好了 结果也被高云飞呛了一句 小云啊 这个人早晚会重判清离的 你还是要多保护自己 行了 你去账房那里领赏吧 谢谢小姐 谢谢吴先生 嗯 反监计已经初见成效 这是和我们周密安排分不开的 仇爷啊 你本应该高兴才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心里面老是隐隐不安的 你是不是还想去说服小茶壶啊 我还没有十分的把握 吴叔叔 我看我们还是在想想 想什么办法能把禁飞哥给救出来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 以毒攻毒 小爷 小爷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你们看看你们一个个都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们说 你们要是连一个人都看不住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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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杀他的威风 毕竟商团的幕后是陈孝和 我们打狗还得看主人的面子 爹 这个姓高的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抓到的 此高不是那高 我们要的是高云飞 而不是这个高云海 留在手头也没用 不如把他放了 作为我们一个过河族子 叔叔你别忘了 他们两个毕竟是骨肉相连的兄弟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那就看我们能不能捏住他的软肋了 小炒虎 你又耍什么宝 哎呀 这个世界怎么是倒着的 有钱人呢明争暗斗 让穷人去当替罪羊 我真是搞不懂什么意思 你 小炒虎 其实呢也没什么事情 我倒是想看看 你对我说过的话有几句话是真话 我呀 还是继续看我的倒转世界吧 饿他三天四夜 看他还怎么嚣张 恰恰相反 我们要让他吃饱 而且饱到无聊透顶 继续给他送包子 老刚 余老板 把这些货都给我退了 退了 好 好 就说是我说的 如果再拿这些货糊弄我下家的话 我在广州就没办法立足了 高家大少爷 被青云抓去了 天天都吃包子 天天都是包子 能不能换一种啊 我都吃烦了 大哥我求你了好不好 换一个换一个 虾脚 云吞 余小姐 今天到底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你应该知道我的来意吧 这个生意本来不是跟你做的 偏偏吴先生的人插了一手 看来不跟你做还不行啊 你这什么意思 我就直话直说 我要高云海 现在 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做生意 做生意 我未必愿意找你 但要是回你的生意 却是一件不太难的事 你给我的印象 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今天 你到底想给我亮哪张牌啊 你想看哪张牌 不是要看这个吧 余小姐可真会开玩笑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想知道 你到底是谁的人 有位家人在水一方 有位家人在水一方 喂 喂 哎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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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在哪里找到的 是在一座大宅子的墙外面找到的 我特意打听了一下 叫什么青云瓷庄的 坤叔 看来这个忙我们是逃不掉了 我就说沈小姐你是热心肠 看来果不其然 我就知道中国的酒好喝 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这是什么 我们中国有个小孩被人绑架了 我们准备救他去 绑架 对 上帝啊 我要正面的了解一下 这个小孩叫什么名字 他叫向建峰 就是上次剧院门口碰到的那个少年 剧院的 对 天呐 你们居然为一个剧院的跑堂的伤脑筋呢 安德烈同志 我觉得他的人格并不比某些人差 方思 我是国际顾问 好啊 你就别国际了 走走走走 走 往上挂一点 别挡了咱们高家的风水 这个跟那边 好啊 再有一个时辰 我们就要成亲了 黄昏成亲 好像就是结婚的婚子的由来 有意思 紫月 我知道你在听我说话 不管我们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一辈子都会守护着你 不离不弃 紫月 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女人 能使我这样 难以舍弃 我们一起把过去的风风雨雨 痛苦灾难都忘记 好吗 我们一会儿就要拜堂了 现在该让安安给你梳头了 你记住 一会儿盖上盖头 就别再乱唱歌了 好不好 少爷 你在这儿给我看着 有什么事情帮个手 是 出于泥而不染 浊青年而不妖 中通外直 不漫不知 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 你是怎么回来的呀 有位高人相救 什么高人 是我 于兰心 于小姐 我还真是没想到 我大哥居然还有你这么一位漂亮的知己 二少爷一定觉得很奇怪 你我素媚平生 为什么这次我要救你的哥哥呢 其实我这样做 无非是为了追一笔债 债 谁的债 二少爷是否还记得前几天的一笔货运买卖 虽然后来那批货被查了 可是当时我们的人已经把那批货安全无误地送到了你们的地盘 我还真是没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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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 我还真是没看出来呢 VER—可 scriptures 应该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你那批货我倒是真的收到了 但是路上的安全却没有保障 我们为了这个安全 兄弟们担了很大的风险 在商言商 如果说我还没有查出 从中做梗的人 我能给你钱吗 你们堂堂高价 难道祸祸不利的风险 还要转嫁给别人吗 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我有一个舅舅 他在东江 难道是陈炯明吗 既然高老板你心中有数 那就可以了 那么我的钱 其实钱是小问题 人要有情 有情什么事情都好办 你放心 明天我让钱庄的人 把钱送到你府上 那就谢了 玉小姐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要不然你留下来 我请你喝一杯我的喜景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抓紧点啊 中原 待会儿的婚礼我就不参加了 这 你想啊 这结婚得拜天拜地 拜高堂 阿爹不在了 长兄为父 我也不在了 待会儿你就这么跟他说 我有及时出去 大少爷 这样好吗 现在我们青云辞庄的事 我都已经交给邱燕了 她说了算 沈小姐 我也不瞒你说 我们跟高家的这个仇恨 再怎么着 也不会算在这个小跑堂的身上 只不过 这个家伙实在是顽皮过头了 我们呢 也就算是替他主子管教管教 不过既然沈小姐都已经开口了 这个人 我是一定会放的 只是容我稍微安排一下 你看行吗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 沈小姐是怎么知道人在我们手上的 我是 我是去玉兰瓷庄买东西的时候 偶尔听说的 行 那沈小姐以后想要买瓷器的话 就尽管到青云来 如果不嫌弃 我会给你好好挑一挑的 那真是太好了 先谢谢你了 那我先去高甲 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 你们军校贴的那个标语 和那个招生单上的字 是你们军校哪一位写的 是坤叔 刚来我们学校帮忙的一位老人家 我随便问问 我觉得那个字写得非常好 那好 那我先走了 沈小姐慢走 可要多保重啊 谢谢 叔叔 我可是第一次看见 你对一个年轻女性这么牵挂 不过细想想 你们之间的年龄 也差得太大了 秋燕 别胡说 你这话的意思 是不是说 叔叔对你不够好啊 够 更好 别开玩笑了 这么看来啊 秋燕 我们还真得放了小茶壶啊 人是早晚要放的 本来我们就是要利用它 只是不知道 火候到了没有 这个家伙 确实是看不透啊 我们看不透 高于飞也就看不透 值得我们去赌一把 嗯 小小姐 你今天真漂亮 这块手帕是你的啊 嗯 对 是我姐姐给我的 哦 小小姐你要是喜欢 你就留下吧 这只簪子 给你 给你姐姐 不不不 我小小姐 我不能 我不能拿的 真的不能拿的 这么久啊 没什么啊 还没人 还没到 二少爷 码头那边出了点事 大少爷不得不赶过去 您看这个 他不来也罢 开始吧 开始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伏鸡对拜 听说这个新年 这儿好像有点问题 各位喝好了吗 请慢用 谢谢 余小姐 借一步说话 再见 好精致的小院 让人流连忘返 不陪我喝一杯吗 真的不好意思 余小姐 今晚我实在很难陪你喝一杯 不过 我对东江很感兴趣 如果余小姐愿意做导游的话 我们可以找个机会 在那儿好好喝一杯 好啊 每天等你安置好了你太太 我们先去沙龙 然后再去东江 那里都是喝酒的好地方 一定去 不过今天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余小姐 我知道你救了我大哥 我现在有一个伙计被扣在罗家 钱不是问题 钱我要赚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有能力救出你伙计呢 因为你不寻常 我知道余小姐想帮忙的话 一定有办法 我救的都是贵家公子或者是富家少爷 你让我救你的伙计 你让我救你的伙计恐怕要花一番力气 我试一试吧 那我先谢谢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好 我先告辞了 紫云 你今天真漂亮 知道吗 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因为我们俩成了夫妻 共患难的夫妻 一定要白头捣牢 你开心吗 什么东京八里啊 不治了 死于 我的头好痛啊 我的头 我的头好痛 我的头好痛 是不是请我出去吃饭 我现在不想吃饭 要么就把我放了 要么就把我杀了 反正我不吃饭 骨头还挺硬 好吧 那我就满足你的要求 那我就杀了你 杀就杀 我小茶壶从来就不怕死 真的不怕 那我问你 你是怎么找到军校的人 过来救你的 我又没讲过 我关在这里 我怎么告诉别人 我呢 今天设有家宴 为你送行 我不去 送行 送什么行 你请的人面子太大了 我不能不为你送行 不用送了 我自己走 今天晚上 我可是特意让他们给你做的晚饭 而且 就我们两个吃 怕了 怕 我小茶壶连死都不怕 还怕吃饭 好 那走吧 快 我终于出来了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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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出来 不知道云飞少爷该有多惊讶 高云飞 你以为他心里还会惦记着你 你怎么回事 你给我把他扔了 你给我把他扔了 好丰盛 这可是有条件的 我小茶壶很领情的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会谢你的 谢我 要怎么谢 真的要谢 那当然了 不就是几个包子 行了 让我想想 送你个什么东西 我可提前说好 要是胭脂水粉之类的 我绝对不要的 你知不知道 你只要平时多做几些好事情 每天不要把脸拉得那么长 你不上胭脂也是很漂亮的 真的 我怎么听你说话那么不正经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说心里话还不正经 那没办法了 就愿长大人就这样 你刚才可是够仗义的 真的准备被我杀了 是为知己者死吗 我怎么这么不爱听这句话呢 就凭高云飞 我不说他对你怎么样吧 他对他大哥就不怎么样 喂 这是他大哥做人做得不好 活该 那我爹呢 他凭什么那么卑鄙地杀了我爹 这事情我不知道 如果早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阻止他的 你总算是说了句人话 要不我连杀你的心都有 喂 这是你们两家的仇恨好吧 我 我顶多 我顶多 顶多不帮他就是了 哇 这样你就心安了 有没有点做人的道德啊 像高云飞这样心狠手辣 滥杀无辜的人 你就是在助纣为虐 我告诉你 他早晚把你当成盘中餐吃掉 而且 我看这就是他骨子里的东西 嗯 瞧他身边那几个人 他根本就不会相信那些人 还会对身边的人下毒手 这点我敢跟你打赌 喂 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你要打赌对不对 我就给你赌 咱们赌你说 首先呢 你得答应我的条件 当然了 我肯定不会让你白干的 事成之后呢 青云的股份 会分给你两成 到时候 你就可以挺着你的脊梁股 来赡养你的母亲了 你总不会想让他一辈子当老宝吧 呃 那也难说 要是他愿意呢 哎 要是我赢了怎么办 你不会赢的 喂 说了半天都是你赢我输的 我不会赢的 那我给你赌是吧 我不赌了 哎呦 行了你 你呢 只要跟我们合作 你一定会是最后的大赢家 如果高云飞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重情重义的话 而我又以小人之心夺了他的君子之父 这个罗家上上下下 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拿 你说真的 真的 什么都可以拿 当然了 包不包括你啊 你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喂 不要那么凶好不好 开玩笑嘛 再说了 要了你我也养不起啊 哎呦 看在你 那 请我吃了那么多好东西的份上 我最最多最最多答应你 我给你提供些消息 但是我绝对不会帮着你去海高云飞的 哦 你这样也叫卧底啊 喂 谁答应做卧底了 我们俩谈的只是打打赌哎 对不对啊 我绝对不会灭着良心答应你的 你不读 不读换别人 好吧 成交 什么 成交 成交 有一袭蓝鸿 封似血 年年岁岁 解秋光 一袭蓝红 封似血 紫月 把那些陈年旧事都忘了吧 我希望我们的婚姻 能够把以前不愉快的记忆 彻底抹掉 你能抹干净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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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